但在Python学到的东西都不会浪费 如果大家想用Python做Program and Language 都可以买Qt的Library去用 不会浪费 主要是GUI的Framework 由GDK Plus用Qt用的 当然啦,那些控制不同 或者在Handset上的不同的材料 都可能要浪费 为何还要学习GUI Plus呢? 因为现在所有MIMO的器材 都在用Qt用GUI Plus的架构 当然,在安革器程序 都在安革器程序上 在安革器程序上 可以转换器程序上 但是,大量的Apps 大量的Sample 都仍是Based on Qt GDK Plus和Hilden 还有,本身呢 我们大陆 那位友好一帆兴 那位MIMO的书入法 暂时仍是在 GDK Plus和Hilden的App 才可以达到中文 在Qt的App 如果你用Qt来弄 都暂时未达到中文 都可以达到中文 也就是 各大Linx platform都有的 一个environment 那我全都学了 就是选择 大家想真的学的话 参考这些网子 哇,省收收 Bang说的 正好,省收收 我有时要看下这个 有时要看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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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没有一个 痛的地方去学 那但是 寻找资讯 都是一个学习过程 是吧 即是 怎样去找到 你要找的东西 都是一个乐趣 那 多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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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同一 是不是同一答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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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不好意思 就是 阿辉 他已经先走了 才能先走了 他 他 她 就是 她拖开了这个会场 那 咱们 就是 那么 Skat 首先 就是 先去问阿明特先 以及很多 方法 我 我想问 其实你本身不是 钓啊 那为什麽突然会有 因为你也有私恐巨症 很多人都会 就是没有私恐巨症 或是C控制定的 為什麼你會願意去做這件事? 我是C控制定的 不是C控制定的 我本身以前也是一個建築者 在做Tenic Writer這份工作之前 都是一個比較高層的建築者 在公司裏面幫人做一副商業程式 不會接觸到手機或其他的平台 但是我看見Python好像挺有趣 整個副作品就能描述 想自己製作小程式玩一下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容易學的語言